浩聯發起大專生一年五日罷課 抗議人大常委對香港政改定定的框架 罷課的第一日,來自25間大專院後的學生 齊集中大風火台對出的百萬大道居行集會 我們學生千必須要暫且離開課堂 投入社會運動,寄望逆轉香港的壓運 罷課就是拒絕爛爛旁觀 罷課就是施壓反擊的第一步 罷課就是重新凝聚群眾的起點 罷課就是推動香港人去反思自身命運的開始 抗直反西選!抗直反西選!自主港人路!自主港人路! 香港我主場! 學聯提出四大訴求,包括特首普選要有公民提名 立法會廢除功能組別,要求中央向港人道歉 和要負責政改的問責官員下台 在集會上,有將會參與異教的大學講師上台發言 以示支持 最近有人說,沒有用的,你們這些傢伙 罷課示威,沒有用的,有用我們才做 這些人是教壞學生 如果有人有用才做的話 我告訴你,我們根本不會用的一件事叫燈膽 因為愛迪生發明燈膽的時候 他要失敗過200次才能創造燈膽 有個記者問他 喂,你嘗試過200次失敗 你才研究成功燈膽? 那你能試嗎? 愛迪生說,剛剛要200次才成功 如果大家不嘗試,哪會成功呢? 罷課明天會兒師到天馬公園繼續舉行 學聯發表公開信要求特首梁振英 星期二到公園和他們對話 否則就會包圍特首辦 而另一方面,有中學生在早上的上學時間 在學校門外派發黃絲帶 希望同學都支持八課